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 惠太 自黑塔 戴武川人也 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为皇帝所灭 子孙顿居朔也 有格乌兔者 雄武多算掠 先卑木之 奉以为主 遂总十二部落 是为大人 其后曰普回 应受得玉喜三纽 有文曰皇帝喜 谱回新义之 以为天寿 其俗为天曰宇 为君曰文 英昊宇文国 并以为是焉 谱回子墨纳 自殷山南喜 史居辽西 誓曰献侯 为为旧生之国 久世至侯斗归 为慕容晃所灭 其子灵试焰 拜驸马都位 丰玄兔宫 魏道 武将宫中山 灵从慕容宝玉之 宝拜 灵律甲旗五百归位 拜都墓主 赐绝安定侯 天兴出 喜豪杰于带都 灵随力千五穿烟 灵生戏 戏生涛 并以武略称 涛生宫 宫刃有侠有器干 正光莫 卧野阵人破六汉拔灵作乱 远近多应之 其为蜀王位可孤土党最盛 宫乃酒和香离斩可孤 其重乃散 后避地中山 岁陷于显于修理 修理令宫还统其不重 后为定州君所破 墨于阵 武成初 追尊曰德皇帝 太祖 德皇帝之少子也 母曰王室 运五月 夜梦报子升天 才不至而止 勿而告德皇帝 德皇帝喜曰 虽不至天 贵意即矣 生而有黑气如盖 下腹其身 极长 身长八尺 方桑广额 美虚然 发肠尾地 垂首过膝 备有黑子 婉转若龙盘之行 面有紫光 人望而敬畏之 少有大度 不是家人生业 轻财好施 以交结贤士大夫 少随德皇帝再险于修礼君 及格荣杀修礼 太祖十年十八 荣岁任以将帅 太祖知其无成 与诸兄谋遇逃避 继位行 惠尔诸荣 请格荣 定河北 太祖随礼 千进阳 荣以太祖兄弟雄杰 聚获一己 遂托以他罪 诸太祖第三凶落生 富裕害太祖 太祖自礼家冤 辞职慷慨 荣感而免之 一家静待 孝昌二年 燕舟乱 太祖时宜统军从荣征之 先是 北海王浩奔梁 梁人立位位主 令帅兵入落 为孝庄帝出居河内已避之 荣浅赫拔月讨号 仍迎孝庄帝 太祖与月有救 乃以别将从月 即孝庄帝反正 以公封宁都子 亦三百户 千镇远将军 步兵孝位 万四丑奴作乱官佑 孝庄帝前尔诸天光 即月等讨之 太祖岁 从月入关 先锋破尾行台 为持菩萨等 即平丑奴 定拢佑 太祖公居多 千征西将军 金子光路大夫 增益三百户 家职阁将军 行元周事 石关笼寇乱 百姓貂残 太祖福以恩信 明皆岳福 贤喜曰 早执与闻始君 无等起从逆乱 太祖常从数其余也 忽闻萧谷之音 以问从人 皆云莫之闻也 朴太二年 耳诸天光东聚其神武 刘帝显寿镇长安 秦州赐使侯莫晨月为天光所照 将军众东下 月知天光必败 欲留月共图显寿 而既无所出 太祖 魏月曰 今天光上耳 月未有二心 若以此事告知 孔其京剧 然月虽为主将 不能置物 若先说其重 必然有留心 尽失耳珠之期 退孔人情变动 成此说月 事无不遂 月大喜 即令太祖入月君说之 月遂不行 乃向律习长安 令太祖倾其为前锋 太祖侧显寿切诺 闻诸君将至 必当东走 恐其远顿 乃被盗奸行 显寿国以东走 追至华山 秦之 太昌元年 月为关西大行台 以太祖为左城 领月辅司马 加算其尝试 事无巨细 皆为绝焉 其神武既破耳珠 遂专朝政 太祖请网官之 既至兵舟 其神武问月君是 太祖口对雄辩 其神武以为非常人 欲留之 太祖鬼臣中款 乃得反命 遂新研究道 其神武国 遣追之 至官 不及 太祖还未约约 高欢非人臣也 逆谋所以未发者 但公兄弟儿 然凡玉立大功 匡设计 未有不应帝是 总英雄 而能克成者也 侯莫臣月本时庸才 遭逢忌讳 隧道认为 既无忧国之心 亦不为高欢所计 但为之辈 徒之不难 经费也投空闲之其不下一 万 下周赐使湖拔弥俄突圣兵之士三千余人 吉林州赐使曹尼 并视其辟远 长怀亦旺 河西流民河斗陵伊利等 户口赴时 魏凤招风 今若宜军进拢 恶其要害 士之以威 福之以德 即可收其驶马 以时无君 西及低枪 北辅沙塞 还君长安 匡辅卫士 此环文举也 岳大岳 父前太祖亦阙请示 逆臣其壮 魏帝申纳之 加太祖五魏将军 还令报岳 岳岁颖军西赐平梁 谋于其众约 下周临街寇贼 须家随辅 安得梁赐使以赈之 众接约 宇文左成及其人也 岳约 左成吾之左右手也 如何可费 沈银磊日 乃从众议 于是表太祖为史迟节 五魏将军 下周赐使 太祖治周 伊力望丰款赴 而曹尼游通使于其审武 魏永熙三年春争月 岳玉讨曹尼 浅都督赵贵至下周与太祖济事 太祖曰 曹尼孤城足远 魏族为忧 侯莫臣月护众逆耳 贪而无信 必将为患 愿早徒之 月不听 岁宇月聚讨尼 二月 至于何取 月果为月所害 其事众散还平良 为大都督 赵贵帅不取收 月失还迎 于是三君未有所属 朱将以都督扣落年最长 相宇推落以总兵士 若肃无雄掠 威令不行 乃未诸将曰 若智能本阙 不以统御 尽者迫于群役 推向社领 今请弊位 更则贤财 于是赵贵言于众曰 元帅中宫尽节 豹于朝野 薰业未就 眼离凶酷 启为国丧良载 故意众无所依 必欲纠合同盟 复仇学耻 须则贤者 总统诸君 举非其人 则大事难及 虽欲立中建义 岂可得乎 窃官宇文下周 应资不适 雄魔观时 原耳归心 适 足用命 加以法令起诉 赏罚严明 真足事也 今若告丧 必来复难 因而奉之 则大事即矣 诸将皆称善 乃命贺连达池至下周 告太祖曰 侯莫辰月不顾盟事 信恩贝德 贼害忠良 群情奋婉 控告无所 宫悉居管辖 恩信注文 今无小无大 贤愿推奉 众之私工 隐日成岁 愿无激流 以为众望也 太祖将赴之 下周立明贤 弃请曰 文悦今在 永 水落 去平梁不远 若已有鹤拔宫之重 则徒之时难 愿且停留 以观其变 双隐号 太祖曰 月继亥元帅 自应成事直据平梁 而返资居 屯兵水落 无知其无能为也 且难得一师者时也 不似终日者即也 今不早赴 将恐众心自离 嘟嘟弥解元 静归欲应曰 逆途太祖 事发 斩之 太祖乃绿帐下清齐 持赴平梁 时其神无浅长使侯景昭隐悦众 太祖至安定 欲知 魏景曰 赫拔宫虽死 宇文太尚存 清何为也 景失色 对约我由剑尔 随人所设 安能自财 谨于此其还 太祖至平梁 哭悦慎痛 将士且悲且喜悦 宇文公至 无所忧已 于时 魏孝武帝将图其神武 文悦被害 前五位将军原皮宣旨未劳 追悦君还洛阳 疲到平梁 慧朱将已推太祖 侯墨臣月亦被赤追还 岳继父其神武 不肯应召 太祖为朱将曰 侯墨臣月枉害忠良 父不应召命 此国之大贼 岂可容之 乃命诸君戒严 将已讨月 吉原皮还 太祖表于魏帝曰 臣前已故关西大都督陈月 结成奉国 横离非命 三君丧气 朝野痛惜 都督寇落等 贤冤如期 至雪愁耻 以臣惜同目 服武 苦赐要劫 臣便已今月十四日 青来父君 当发之时 已有别表 既为众情所逼 全掌兵士 赵赵岳君入京 此乃为国良策 但高欢之众 已至河东 侯墨臣月游在水落 况此君是多事关西之人 接恋相亦 不愿东夏 精逼已上命 西令复官 悦念其后 欢腰其前 首尾受敌 其是威已 陈允申王室 成所甘心 恐拜国铁人 所损更大 其少停缓 更思厚图 徐氏又倒 建就东隐 太祖志在讨月 而未策招指 且兵重未及 甲此为子 因与原皮 及诸将行生盟事 同讲王室 出 赫拔岳 盈于何取 有军力独行 忽见一老翁 须眉好素 未知曰 赫拔岳虽富具有此重 然中无所成 当有异语文家从东北来 后必大盛 言弃不见 此立衡于所亲言之 智氏方艳 魏帝赵太祖曰 赫拔岳祭允 世众未有所归 清可为大都督 吉相统领 知欲见就东下 良不可言 今亦征侯莫陈岳 誓马入京 若其不来 朕当亲自制伐 遗体此意 不过焉流 太祖又表曰 侯莫陈岳为天逆礼 酷害良辰 自已专录最重 不恭照命 祖兵水落 羌梁勤隆 臣已大幼记斑 忍一思汗 评问岳及都督可诸魂元等归却早晚 而岳并为止使人 不听反报 观其旨趣 事必意图 臣正为此 未敢自拔 坚顺重情 其少停缓 太祖乃与岳书则之曰 情者正光之末 天下沸腾 陈飞和朔 勿赛经年 顾将军赫拔公 攘妹薄起 至宁宇县 寿歌难指 整黄铃鱼已坠 雍毛西脉 既百姓于伦须 西顾无忧 依公事赖 薰茂赏龙 遂征观佑 此乃行录所知 不及一二谈也 君实名微行薄 本无远谅 故将军将千高之志 赌会争之礼 乃身起朝廷 建军为拢右行台 朝义以君功名确然 为之许也 遂平凡请业 至于再三 天子难为上将 便向听许 是亦侠耳共之 不负凡之汉莫 纵使牧师为心 犹当之感 旷在生灵 安能无愧 家以王氏多顾 高氏专权 主上虚心 济龙尽正 君父与顾将军 同授秘旨 吕杰盟曰 欺余必利 共匡时难 而冒功心狠 杜盛极贤 口血未干 匕首已发 邪党国贼 共危本朝 故恩赴世 有缅面目 岂不上位于天 下残于地 无以弱才 伟当帆目 蒙朝廷拔拙之恩 何故将军国事之欲 闻问之日 浑首京池 便臣起天朝 暂来奔赴 重情所推 遂当荣重 敌有赤指 赵无还阙 亦有别赵 令君入朝 虽操行无闻 而年迟已诉 今日进退 为君逝世 君若都帅所不 自山隆东外 无意总乐师徒 北道环雀 共追连 令之计 同目寇 甲之风 如其首属两端 不识奉照 专录为止 国有常行 整个作假 指日相见 信徒厉害 无疑是其 岳记据太祖谋己 诈为赵书与秦州赐使万四普波 令与岳为党员 普波遗之 封赵已成太祖 太祖表之曰 臣自奉赵总平良之师 责众忧身 不遑其处 训兵莫马 为思竭力 前已人炼本土 侯莫臣月亏于进退 良度且宜住此 今若赵月寿以内观 陈略佩东元 匪昭依稀 朝廷若以月堪为边汉 起除以瓜 良一番 不然 则终至猜于 于是无意 出 元周赐使使归为月所亲任 何取之便 反为月首 月遣其党王薄河 成赐安将兵二千人驻归 镇元周 太祖遣都督侯莫臣崇律 经其一千席归 秦之 并获赐安 薄河等 宋于平良 太祖表重行元周事 万四普波又遣其将赤甘宝落 领二千旗来从军 三月 太祖进军至元周 众军西急 欲以讨月之意 士族莫不怀愤 太祖乃表曰 陈文誓死愁恩 父宗报主 人伦所及 父岛如归 自大都督陈月末后 陈平奉赵还雀 莫马戒徒 智不似淡 执以都将以下 贤称赫拔宫是我如此 经愁耻未报 义何面目以处世间 若得一血冤枯 万死无恨 且月外 父羌臣 内围昭指 陈经上司逐恶之志 下岁劫世之心 记账天威 为国除害 小为大顺 实在滋臣 克定之后 福代辅月 下四月 引兵上龙 留兄子岛为都督 镇元州 太祖军令严肃 秋毫无犯 百姓大悦 使者知其有成 君出木匣关 大雨雪 平地二尺 太祖知月妾而多猜 乃背道奸行 出其不易 月果以其左右 有意志者 左右亦不安 众岁离二 闻大君且至 退保掠阳 留一万余人居守水落 太祖至水落 宁为之 成将 太祖吉律 轻其数百去掠阳以临月君 月大聚乃照其不将亦之 揭曰此风不可当劝月退保上归以弊之 十南秦州 赐时礼必亦在月君 乃奸道前使 请为内应 其夜 月出君 君中自金会 将足或相律来将 太祖纵兵奋机 大破之 辱获万余人 马八千体 月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其顿走 太祖约 月本与曹尼应接 不过走向灵州 乃令元州都督倒邀其前 都督赫拔营等追其后 导致千屯山追及月 斩之 太祖入上归 收月府库 财务山姬 皆以赏士族 好 离无所取 左右妾亦淫漏瓮已归 太祖之而醉之 即 歌 剖刺将士 众大悦 石梁州刺史李书人为其民所值 举州骚扰 荡昌腔梁 起 先定饮土玉魂寇金城 魏州及南晴州低 腔连结 所在封起 南齐至于瓜 善 跨州聚俊者 不可胜数 太祖乃令李弼镇元州 下周刺史拔野恶豪镇南秦州 魏州刺史可诸魂元还镇魏州 魏将军赵贵行秦州事 征兵 京 东秦 其四周素宜给君 其神武闻秦隆克杰 乃前始于太祖 甘言厚礼 身相已杰 太祖聚而不纳 时其神武已有益智 故魏帝身丈太祖 乃征二千祈镇东雍州 驻为生元 仍令太祖稍引君而东 太祖乃遣大都督 梁玉律部其五千镇和 魏河口 魏徒河东之计 太祖之讨月也 月前时请缘于其神武 神武使其都督喊鬼将兵一万俱蒲板 而雍州次时贾显送传于鬼 秦贵兵入关 太祖因梁玉之东 乃逼赵显父君 玉岁入雍州 魏帝遣驻坐郎姚又于 池节劳君 进太祖适中 票其大将军 开府宜同三司 关西大都督 岳阳县宫 承至封拜 使池节如故 于是以扣落为荆州次使 吕碧为秦州次使 前掠阳郡守张献为南齐州次使 卢戴伯俱戴 遣清齐席秦之 戴伯自杀 十位帝方图其神武 又遣征兵 太祖乃令前秦州次使落超为大 都督 帅清齐一千复落 尽受太祖兼尚书仆设 关西大刑台 于官封如故 太祖乃传席方阵约 盖文阴阳帝用 盛衰相席 苟当百六 无剑三五 皇家创立 桃柱苍生 保安四海 人欲万物 孕聚孝昌 臀吕吕起 龙 既骚动 燕 何狼固 虽灵命重 喜 荡定有欺 而成信之徒 阴生羽义 贼臣高欢 气时拥下 出自余造 喊文礼义 直以一介英犬 效力荣行 免茂恩思 遂皆荣宠 不能结成禁结 专邪奸回 乃劝尔朱荣行资窜逆 吉荣以专政扶朱 侍隆以凶党外叛 欢苦相敦免 另取经师 又劝土万儿复为示虐 赞立贱明 以令天下 假推普太 欲窃威权 并归废斥 拒贱酷害 于是称兵河北 夹桃尔朱 吉通表奏 允取禅贼 既行废处 遂将篡世 以人望未改 恐顶或交集 乃求宗世 权 允人心 天方与魏 必将有主 亦代圣名 成非欢利 而欢祖兵安忍 自以为公 广步复兴 跨州连郡 端奎进踏 莫非亲党 皆行贪虐 亚语生人 而就将名臣 正人直视 横生窗尾 动挂网罗 顾五位将军衣领 清真刚毅 尽旅优蜀 直阁将军显于康仁 中量消节 爪牙思在 欢收而露之 增无闻奏 司空高干 是其党与 每项影响 谋威设计 但以兼至未从 恐先泄露 乃密白朝廷 使沙高干 方哭对其地 称天子横路 孙腾 任祥 欢知心旅 并使入居输尽 四国奸细 知欢逆谋将发 相继桃归 欢一家府带 亦无尘白 燃欢入落之史 本有兼谋 令清人菜会作木盒 继 后相恩善 以为东道主人 故关西大都督 清水公贺拔月 熏得隆重 兴亡幽记 欢好乱乐祸 身相忌独 乃与侯莫沉月 阴图陷害 幕府已受律砖征 便及讨路 欢知逆撞已路 稍怀吕聚 遂浅菜会聚带 令窦太左之 又浅侯景等云像白马 辅士针等静去时迹 高龙之 匹楼招等屯聚湖观 寒鬼之徒拥重谱板 于世上 书天子 数论得诗 子毁成于 威武朝廷 借此威拥 寄资大宝 稀赫可赢 霍兴不测 霍言尽负金楚 开疆于外 霍言分意依落 取彼禅人 霍言欲来入关 与幕府决战 今圣鸣御运 天下轻移 百聊诗诗 似欲来寄 人尽忠良 谁为君色 而欢微福自己 声势乱皆 机构难击 指鹿为马 包藏凶逆 似我神器 视而可忍 孰不可容 幕府折充宇宙 清当寿慎 瑞施百万 构其千群 果粮作假 为敌是似 一知所在 泥驱斐令 旷平有诏书 班告 天下 称欢逆乱 征兵制伐 金殿分命将帅 应激尽讨 或去其要害 或袭其枯宅 殿绕蛇姬 物合兴罗 而欢为父天地 独被人鬼 承辞扫荡 一同辅食 欢若渡河 稍逼宗庙 则分命诸将 直取冰舟 幕府公自东元 殿父依落 若顾其巢学 未敢发动 一命群帅 百道俱前 幻裂贼臣 以谢天下 其周镇郡献 率土人离 或周相冠免 或熏庸世纪 并一设逆归顺 立孝君门 封赏之科 已有别格 反百君子 可不免于 太祖为诸将曰 高欢 虽致不足而诈有余 今生严欲兮 其意在入落 无欲令扣落率马步万余 自荆州东隐 王皮率假是一万 先距华州 欢若昔来 王皮足得抗拒 如其入落 扣落即席坟尽 无便宿驾 直赴京义 使其尽有内顾之忧 退有备聂之事 一举大定 此为上策 众贤称善 秋七月 太祖帅众发自高平 前军置于洪农 而其神武稍逼京义 魏帝亲总六军 屯于河桥 令左卫援兵之 领军胡思春镇五劳 前使告太祖 太祖为左右曰 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 小 兵者所计 正须成便积之 而主上已万成之众 不能决战 方元金居首 且长河万里 汉玉为难 若一处得度 大事去矣 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 自蒲板记 去兵州 遣大都督李贤 将荆棋一千赴洛阳 魏兵之与胡思春争全部协 兵之岁弃春还 带帝云 高欢兵至 七月丁位 帝岁从洛阳律 倾其入关 太祖被移为凤赢 夜见东阳义 太祖免官弃替谢曰 臣不能事恶扣虐 遂使成于谦信 请居私拜 以正行书 帝曰 宫之终结 曝于 昭也 朕已不得 赴城致寇 今日相见 身用厚颜 则在镇宫 无劳谢也 乃奉帝都长安 批草来 立朝廷 军国之政 贤取太祖绝燕 仍加寿大将军 雍州赐使 兼尚书令 进封略阳郡公 别至二尚书 随机处分 解尚书蒲舍 于如故 太祖故让 赵敦遇 乃 寿 寿 出 魏帝在洛阳 徐以逢一掌公主佩太祖 魏即劫纳 而帝西迁 致使 赵太祖上之 拜驸马都尉 八月 其神武席县同关 清华阴 太祖律诸君屯坝上以代之 其神武 刘其将薛锦守官而退 太祖乃进君陶锦 辱其足七千 还长安 敬畏丞相 冬十月 其神武推魏清和王胆子善贱为主 喜都于夜 世卫东魏 十一月 潜移同黎湖于李璧 赵贵等讨曹尼于灵州 胡尹何贯之 明年 泥匠 千奇豪帅于咸阳 润十二月 魏孝武帝崩 太祖与群公定策 尊历魏南阳王宝聚为寺 世卫文皇帝 冬十二月 袁